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裸脚怎么去破解 首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对 怎么做呢,注意看 把你的手肘从对方的脖子掏过来 然后你的手要尽可能的够到自己的肩膀 让自己的手臂和他的脖子贴紧 你不能这样再去做裸脚,对吧 贴紧,第二点怎么办 看,我的胳膊绕过来,然后贴住 而且我的头呢,要尽可能的整个身体猫在对方头的后边 这样去做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手慢慢的向上爬 慢慢的向上使劲 稍微,我们整个的这个一夹紧 一夹紧,对吧 夹紧,那么对方的喉咙就会遭受巨大的压力 我们要想把这个动作给破解 那怎么破解呢 说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啊 就是你不让它这个动作形成 什么意思呢 当我一个胳膊窜过来的时候 那么你的手要马上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接电话 怎么接电话 把手捂在自己的头上,紧紧的贴住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看 诶,我再想掏,我已经掏不过来了 那么,接下来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向你的这个右侧去转身 诶,那么这个时候完全就把我的手给破解了 转过来之后,那你速度快你就 就丑,对吧 或者是用掌去打对方的下方 这就都可以了 然后呢,你就可以快速逃跑了 以前呢,我也分享过很多啊 怎么破裸脚,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们的动作如果形成之后 那么,两个人体力相差差不多 你是无法破解的 对吧 他已经把你锁死了 没有办法破解了 但是呢,所有的动作啊 只要我们在对方没有形成动作之前 那么我是完全有可能 把他的这个锁迹给破坏掉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有能力 去破解裸脚,破解什么断头台 十字固等等等等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啊 只要对方不是就想把你置于死地的话 过来直接就把你给摁到这 只要他是想从你锁要什么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是一定有机会去做这个破解动作的 喜欢的朋友呢,别忘了点赞和评论 我是武术教练小易 咱们下回再见,拜拜